一般人皮膚都会受伤 受伤过后 他试着自己会愈合 就好像有留疤痕 可能最初有点点颜色 但有些人可能是特别的质地 伤口愈合的时候 皮肤是不懂得撒制 简单来说 它是纤维化多了 令皮肤的位置凸起了 从而有疤痕的真身 疤痕也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 有些疤痕可能随随色素 有些疤痕可能浓起 有些疤痕可能凸起 浓起疤痕也有分两大种 一些叫做真身式疤痕 一些叫做蟹竹种疤痕 真身疤痕最主要来说 都是在伤口的位置 最初可能会慢慢大一点 都会有痕痛的感觉 视乎在哪个位置 但之后有机会慢慢好一点 简单来说 它有机会自己也有机会有进步 但如果你是蟹竹种疤痕就麻烦一点 有时大家看到有些在耳朵 或者有时在胸口上 都是蟹竹种疤痕 它本身的伤口其实是很小的 但它慢慢纤维化了 连它周围的皮肤也有影响 既然增大了蟹竹种疤痕 一般来说它有机会 它的情况更加持续的差 有时比它的位置还要大几倍 至于有些人 为什么有些人才会有疤痕 有些人就没有疤痕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最主要来说 第一样看它本身的皮肤膚质 一般来说 深色的人种相对来说 是容易有疤痕 比如我们的亚洲人 比如这些叫做印度人 其实相对来说 疤痕的机会会比其他白种人大一点 另外家族遗传也会有影响 如果有家族病史 比如爸爸或者妈妈 有这些叫蟹竹种的疤痕真身的话 其实它们下一代相对机会都会大一点 第三年当然就要看回它本身的伤口是怎样 伤口如果越发炎 或者越溶溶烂烂的时候 它相对来说 有些比较不美的疤痕真身机会都会大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